这个视频咱来讨论影响眼泪水解的主要因素 以塑酸钠为例 它的水解方程式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可逆的动态平衡 你已经知道水解吸热 那温度对电力平衡的影响是啥呢 咱用勒夏特列原理来分析 对于吸热反应 温度升高 平衡正向移动 所以溶液的碱性增强 是不是这样呢 咱做个实验验证一下 持两毫升0.1μm的塑酸钠溶液 低加分态 溶液变成浅红色 在酒精灯上加热 可以看到颜色变深了 这个现象就说明温度升高 溶液中氢氧跟离子的浓度增大 也就是说平衡确实正向移动了 那刚才的规律 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越热越水解 温度越高 盐的水解程度越大 接下来咱再分析浓度对水解平衡的影响 还以涂酸钠为例 首先 加水稀释对平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加水后 这几种物质的浓度都减小 相当于气体体系中的减压 平衡会向这些微粒总数增大的方向移动 也就是正反应方向 所以水解程度变大 不过素酸钢的浓度是减小的 因为正向移动 虽然使素酸分子和氢氧根离子的物质量增大 但是加水时溶液的体积也增大了 而且溶液体积增大的幅度 要大于物质量增大的幅度 所以最后它俩的浓度都减小 由于水的粒子基不变 氢氧根的浓度减小 那氢氯子的浓度就增大 所以PH会减小 这个规律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越吸越水减 也就是说 加水稀释 水解程度变大 那如果把加水换成加冰醋酸 对水解平衡又有啥影响呢 加入冰醋酸后 醋酸的浓度一定增大 那平衡就会逆向移动 水解程度减小 所以醋酸根浓度增大 氢氧根浓度减小 由于水的粒子基不变 那氢氯子的浓度就增大 PH也就减小 这就是加冰醋酸 对平衡的影响 那如果加了醋酸钠呢 其中醋酸根的浓度一定增大 那平衡就会正向移动 虽然转化了醋酸根物质量增大 但起始的醋酸根的量 增大了更多 因此水解程度是减小的 由于平衡正向移动 那醋酸和氢氧根的浓度都增大 水的粒子基不变 氢氯子的浓度就减小 那PH也就增大 另外 如果加盐酸 平衡又会朝哪个方向移动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 首先 由强酸制弱酸的原理 你可以认为盐酸和醋酸那反应生成醋酸 那醋酸浓度就是增大力 而醋酸根被盐酸结合 所以醋酸根浓度减小 平衡逆向移动 水解程度减小 氢氧根浓度减小 由于水的粒子基不变 所以氢粒子浓度增大 PH减小 换一个角度 你还可以认为盐酸结合了水解产生的氢氧根离子 使氢氧根浓度减小 那么平衡正向移动 水解程度增大 而醋酸根浓度减小 醋酸浓度增大 由水的粒子基不变可知 氢粒子浓度增大 那么PH减小 用这两个角度分析 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是平衡移动的方向却不同 导致水解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呢 在这里你是无法判断平衡移动的方向的 那也就不要判断水解程度的变化了 最后来看加入氢氧化纳固体 对水解平衡的影响 加入氢氧化纳后 氢氧根浓度肯定增大 平衡逆向移动 水解程度减小 醋酸根浓度增大 醋酸浓度减小 由于水的粒子基不变 所以氢粒子的浓度减小 PH增大 O了 这些就是改变浓度对水解平衡的影响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咱来总结一下 对于这个水解平衡 如果加反应物醋酸钠 平衡正向移动 加生成物醋酸或氢氧化钠 平衡逆向移动 如果是加盐酸 你可以认为盐酸结合了醋酸根 也可以认为结合了氢氧根离子 所以无法判断平衡移动的方向 另外还要记住 越热越水解 越稀越水解 哎 天气也越来越热了 本宝宝吃个冰棍 降降温去 你先刷题去吧